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但是并不完美 因为需要每天注射胰岛素保持血糖水平 不但麻烦还很容易忘记 但可以造福于无数糖尿病患者的好消息是 胰岛素的功效在未来可能被咖啡所替代 根据报道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 正在研究一个全新的糖尿病治疗法 而新治疗法的关键就是咖啡 研究小组发现 有一种肾细胞 如果在血流中检测到咖啡因成分 它就会相应地产生胰岛素 随后 它们在食肢患有糖尿病的小白鼠中进行了实验 当小白鼠引入咖啡的时候 它们体内对于血糖浓度的控制能力 比一般的老鼠都要好 研究小组表示 人类体内也有类似的肾细胞 具体生产胰岛素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确定 其实 这项实验结果绝不是空穴来风 美国哈佛大学一项针对12.6万人进行的研究显示 常喝咖啡的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较低 这项研究给许多糖尿病患者带来了曙光 也许未来的糖尿病患者 只要简单地享受一杯咖啡 就能促使胰岛素生产 并彻底不需要再额外注射了 除此之外 咖啡的好处 从医学界的视角来讲有很多 其实 从降低生命风险 到降低某些癌症和糖尿病的风险 再到降低帕金森病风险 咖啡一直就是医学的宠儿 只是你不知道 二 咖啡对降低节肢肠癌患病风险有帮助 曾有一项美国南加州大学 诺利斯综合癌症中心报告的一项研究 让大家对咖啡的爱又深了一层 咖啡可降低26%的节肢肠癌患病风险 这是一项以色列北部 以人口为基础的节肢肠癌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 研究者为5145例节肢肠癌患者 和4097例无节肢肠癌病史的健康人 制定了一份经验证的 半定量的咖啡摄入频率问卷调查 研究数据显示 在矫正了已知的危险因素后 中等咖啡消耗量能降低26%的 罹患节肢肠癌的风险 且随着咖啡消耗量的增加 节肢肠癌罹患风险逐步降低 这一趋势在节肠癌和直肠癌均很明显 很惊讶吧 咖啡因竟没有单独发挥作用 研究者说 咖啡内含有多种促进节肢肠健康的成分 咖啡因和多酚有抗氧化作用 泪黑晶能够促进节肠蠕动 二T类物质可以抵抗氧化应激损伤 三 咖啡对节肢肠癌的复发率有帮助 丹纳法博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曾在临床肿瘤学杂志上发表研究称 经常喝咖啡可显著降低肿瘤复发 和提高节肠癌三期患者的存活率 这项研究 随访了953名接受化疗的节肢肠癌患者 6个月内的膳食模式 他们发现 每天喝4杯或更多咖啡的患者 比不喝咖啡的患者 癌症复发的几率要低42% 在随访期间 那些定期喝4杯或更多咖啡的患者 比不喝咖啡的患者低33%的几率 因癌症或其他任何原因去世 且进一步分析表明 较低的癌症风险 是由于患者所吸收的咖啡因造成的 而不是咖啡的其他成分的量 4.咖啡对降低肝癌发病风险有帮助 意大利米兰大学临床科学与公共卫生部 米兰药理研究所的研究学者 曾在《临床未肠病学与肝病学》 杂志上发表报告称 摄入任何种类的咖啡 可能使肝细胞癌风险降低50% 这项报告检查了1996年至2012年间 进行的16项研究 总计3153个个例 研究者表示 咖啡预防肝癌的积极作用 可能要归功于咖啡被人熟知的 预防糖尿病的功效 而糖尿病则是导致肝癌的因素之一 还有另一种可能 是咖啡能预防肝硬化 对肝脏中的酶起到有益效果 5.咖啡对降低黑色素瘤发病风险有帮助 2015年1月20日 发表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上的研究表明 每天喝超过4杯咖啡 可以在10年里降低20%的皮肤癌风险 这项研究全面观察了44.7万受试者 涉及124项食品问卷调查 受试者的年龄在50至71岁 在研究开始的时候均未患有癌症 在长达十多年的研究过程中 有2900多名受试者患上了恶性黑色素瘤 1900多名受试者患上了另一种皮肤癌 原为黑色素瘤 排除年龄、饮食、家族食等因素 只考虑含咖啡因的咖啡 与黑色素瘤之间的关系 每天超过4杯咖啡 可以在10年里降低20%的皮肤癌风险 从理论上来说 咖啡中的各种成分被证实能影响相当数量的分子路径 而这些路径能够降低与此外线相关的皮肤癌风险 但如此以人类为实验对象进行的大样本研究 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6.咖啡对抑制乳腺癌生长有帮助 美国某大学的医学研究人员 在杂志上曾发表研究结果 对于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 并且应用他细分进行治疗的女性 喝咖啡有可能抑制肿瘤的生长 减少复发风险 这项研究针对瑞典1090名 诊断为原发侵袭性乳腺癌的患者 主要评估两种通常产生在瑞典咖啡中的物质 咖啡因和咖啡酸与肿瘤特征 与无病生存期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 接受他莫西芬治疗的至少500名妇女中 每天至少喝两杯咖啡的妇女 乳腺癌复发风险 是喝两杯以下或不喝咖啡的妇女的一半 其肿瘤体积较小 发生激素依赖性肿瘤的比率较低 研究者认为 咖啡因与咖啡酸 能导致细胞周期进展受阻 和增强细胞消灭 加强塌末细分治疗的效果 7.咖啡对降低头颈癌发病风险有帮助 日本艾滋县癌症中心 针对头颈癌的调查发现 每天喝三杯以上咖啡的人 头颈癌发病风险 比喝不到一杯的人低了40% 咖啡虽有诸多好处 但是任何事都有个限度 每天喝多少咖啡好呢 谁说都不算 还是看科学研究吧 8.每天该喝多少咖啡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 及其同事做过一项大型研究 提示我们在没有不良嗜好的受试者中 每天饮用咖啡 小于等于一杯 一至三杯 三至五杯 和大于五杯受试者的生命风险 分别下降 百分之六 百分之八 百分之十五 和百分之十二 再结合前面一些 降低癌症风险的研究 或许每天二至三杯咖啡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 喝咖啡的时间也需要注意 喝咖啡最好在用早餐及午餐后 因为这样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 帮助消化 可以分解吃下去的高热量 高脂食物 也不会像空腹喝咖啡那样 对肠胃造成刺激 最好不要在晚餐后喝咖啡 怕会对睡眠造成影响 若是想靠喝咖啡熬通宵 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喝过量 对身体不好 咖啡的成分是咖啡因 单凝酸 脂肪 蛋白质 糖分 矿物质 粗纤维 香味 适量的咖啡因会因刺激大脑皮层 促进感觉判断 记忆 感情活动 让心肌肌能变得较活泼 血管扩张 血液循环增强 并提高新陈代谢机能 咖啡因也可减轻肌肉疲劳 促进消化液分泌 但过量的咖啡因会对身体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您的身体不适宜多饮咖啡 应该注意喝咖啡不要超过一杯 对其他人来说 适度地喝咖啡对你有好处 请记住 只要你和市面上正规生产的咖啡 以及特制和精心冲泡的咖啡 你可以好好享受它 因为这对身体有益 感谢观看